電筹七位數 你可以買房囉 然後導演是李安 可是你跟男主角又激烈詳細 你可以嗎 可以換男主角嗎 不行 他就是導演相中的男主角 蛤 根本想搞我吧 換男主角 那培根 那培根OK 我蠻好奇的啊 就是 為什麼你當初 會想要進來跳我們 拉拉隊 因為你 你 就我的印象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然後我們的工作就是比較 跟你之前外拍啊什麼的 比較跳透 因為其實 你知道我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嗎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 就是我很喜歡那種 很開心 然後跳一些簡單舞蹈 然後很 很歡樂的感覺 然後其實我一直都有關注拉拉隊女孩 然後那時候一直覺得自己 很害羞 很不適合 還不適合 後來突然有一天 我就跟莉奈說 欸 我好想當拉拉隊喔 然後她就說 哇 很棒耶 我覺得這個超適合你 因為她了解我的個性 她就覺得這很適合你 因為那個樂天剛好在演藝圈方面經營 對 比較好 然後我就覺得千娜好險我當初 剛好是這個時間點被選上 所以這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 真的 這真的對我來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個轉機 然後我整個就因為這件事情然後打開了 然後我就到現在這樣子 第一次認識香的時候啊 是在 你前男友家 對 沒錯 不瞞大家說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 我前男友的家 對 就是在前男友的家裡面 然後 我覺得這個緣分真的很奇妙 就是我跟她第一次見面那時候我已經 我是拍她對 但她也不是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外拍跟直播組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對你印象其實就是一個 網美 網美跟很深色的女孩 很深色 為什麼很深色 就是你那時候給人家真的有一種很稚嫩的感覺 就是完全還沒有見過世面的那種 但是又很可愛 你就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浪漫的少女 對 她是浪漫的少女 對 然後 沒想到我們四個大概 中間過了大概一年吧 我們就變同事了 對 超神奇的緣分 那個時候 妳跟妳前男友 在一起的時候 這可以聊嗎 可以啊 我OK啊 我完全OK 妳OK喔 對 我完全OK啊 所以如果現在講到孫生 妳真的 我完全無感 我完全無感 我真的無感 我是屬於可以好聚好善型的 那如果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 有一個電影找妳拍 對 但男主角是孫生 妳們 然後妳們有紋戲跟床戲 妳可以嗎 那我可 那我可 可不行 我可能不行耶 可是片酬很高 片酬七位數 妳可以買房囉 然後導演是李安 可是妳跟 妳跟男主角又有 激烈床戲 妳可以嗎 可以有看男主角嗎 不行 她就是導演相中的男主角 蛤 根本想搞我吧 換男主角 那裴根 那裴根OK 裴根OK 就是 哇 因為前男友畢竟 哇 真的假的 裴根耶 那妳知道曲益怎麼辦 沒有 因為裴根 跟裴根在一起的話 跟裴根在演戲的話 還是什麼的話 我會覺得在工作 可是跟前男友 我就會覺得 怪尷尬 妳說會產生 畢竟有過一段情 對啊 就會有點怪怪的 可能 好吧 有那個機會再說吧 那講真的 希望有這個機會 希望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 對啊 有這個機會我搞不好 好 請那個 各大導演 我想看喔 妳說我剛剛演唱戲嗎 妳們知道 香這個類型 她竟然喜歡什麼樣的男神嗎 對 她喜歡大叔 頹帥大叔風 對 她喜歡大叔風 就是那種 不要氣鬍子 然後看起來很累 然後每天都看起來很累 那種 那種的外型 妳指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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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歌 她看起來很累 對 她看起來很累 對 她看起來很累 剛才身體不太好 好笑喔 我真的很 很被這種外表給吸引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她是 才華洋溢爆棚的人 你喜歡藝術家戲 我喜歡藝術家 那如果 你真的教一個 顏值很高 像這樣的男朋友 但他真的就不洗頭 你可以 幫他洗 我會幫他洗 我會幫他洗 我會洗髮每天幫他噴 好浪漫喔 拜託這有點太油了 那他也不愛刷牙怎麼辦 妳會跟他親親嗎 為什麼不刷牙 好啦 我幫他刷 就頹廢啊 就會 我可能就會拿牙刷起來嗎 幫他就是 張開嘴嗎 欸我 我會不會像下次看到妳 要粉絲見面會 妳就會看到一堆人 都長那樣 就大家都為了 成為我的理想型不洗頭 對 從今天起在來不洗頭 不剪頭髮 不刷牙 還是要帥 還是要有那種 你知道那個很難拿捏 還要頹廢中帶點帥 還要頹廢中帶點帥 還要頹廢中帶點帥